我希望第二站 一年要來到台北 一年要來到台灣 因為我的一開始就是在這裡 我們一家都會來 哦 對 說不成告白 我的開始就在台灣 隔五年開唱 瀑青旅來台鄉挺 大家這個Movie 就是我們的EVIC 這首新歌 太帥了吧 剛剛也完成了我在香港的 第九次 十三場的演唱 我希望能夠在 西亞循環演唱會的起步點之後 能夠可以去 西亞各地不同的地方去 對 然後我的心裡面 一直都會覺得 當我在香港 完成這演唱會之後 我希望第二站 一年要來到台北 哦 一年要來到台灣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是在這裡 是 所以我 對台灣 還有所有的歌迷 對我的崇拜 對我的支持 這個力量是崇拜不要忘記我 香港天王國富城 愧為五年宣布年底 將在小巨蛋 連開三場演唱會 盡快善待胎舉辦記者會 如果沒有從台灣開始 我覺得 就沒有郭富城的出現 對於這份感情 是我一直走過來 那麼長的時間裡面 都是念念不忘 都是放在心裡面 看到那麼多的粉絲 而且在機場上面看到 是我從出道 1990年開始 一直跟隨著我的粉絲 他們也長大了 我也長大了 看到他們那時候 好像家人一部分一樣 看到的成長 給我那麼多的鼓勵 所以我覺得這個已經變成說 不是粉絲那麼簡單 對 還有念念不忘的 是不是麻辣鍋 已經吃了嗎 吃了吃了 所以吃麻辣鍋 為什麼都不會水腫 就是你吃完麻辣鍋之後 你就回去要鍛鍊 做運動啊 其實我基本上 我一天裡面 我都會抽大概 一個小時的時間 來給自己運動 這個是很基本的啦 演唱會當天 你的漂亮老婆 跟小孩會來 有機會來台灣 這一次他們會來 哦 那一次對上五年的演唱會 他們也要來 但是二寶比較小 好像那個時間他們要來 現在他已經15歲了 所以他可以陪著姐姐 媽媽還有公公婆 我們一家都會來 對 我的女兒很厲害的 我做完上個演唱會 他會把我的韌單練出來 哦 所以演唱會有機會看到 父女同台嗎 但是應該不會吧 對啊 我都是一直都很保握他們 對於我來說 我可能比較晚婚 人生的做了很大的部分的時間 都在工作拼命 直到50歲的時候 媽媽年紀也大了 我覺得我希望她在白亮灰浪之前 要看到我成家歷史 我達成她的願望 然後她也看到我們兩個女兒的出生 媽媽在2019年走了 嗯 嗯 對 其實對我來說 非常捨不得 我希望她能夠可以看到每一次 我的演唱會 都會看到我的表演 這次我可能會帶來一些在台灣的金曲 希望可以跟所有的粉絲 還有所有的一些觀眾朋友 來一個回憶一下 然後在發明一下 我們一起開演唱會 對啊 我也在這裡祝福她 因為我知道她好像在大巨蛋 因為這次我們能夠可以申請到小巨蛋 我覺得這個也是 對我們來說非常興奮的一個事情 大巨蛋我也希望能夠有機會 我在這裡也祝福阿妹 有一個非常完美的一個演出 我在這邊我也會在小巨蛋裡面加油